來玩這玩遊戲好運屬於我 看起來像塔房遊戲啊 為什麼叫做好運屬於我啊 50%的機會增加或減少一顆星 這跟運氣冰輸贏 是一種概念嗎 升到五星了 是缺一顆星了 水小 50%的機率喔 開始狂生了 感覺起來就是你只要一生啊你就可以連生好幾集 沒有 還是會爆啊 可以賣出喔 這個賣掉好了啦 這些垃圾 這四星讓你下注 看你能拿到幾星 然後你就可以直接點獲得它就會出現了 然後這種低星的你把它賣掉 啊 一開始是二星嘛 點一下三星再拼一下 四星要不要再拼再來一個 好五星了 五星它就會直接上陣了 最高就是升到五星了 喂 好運真的屬於我了 再來 三星 四星 當我沉浸在 究竟是幾星的時候 然後我贏了 不是我贏了 是全台灣的人民都贏了 好 主要挑戰 這什麼 等一下 直接再進行戰鬥好了 這樣子拉開更多的內容出來 這個炸彈 拳頭是什麼 拳頭沒反應 好啦 下注 再來 要不要再一個 要不要拼 好 五星上陣了 我們再拼一下好不好 那麼好升喔 都不爆耶 好 贏就要一直追啊 這種四七顆星的啊 就直接放棄他 不要理他的 待會就把他丟掉 嘿嘿 看又五星了 用這種方式來釣魚耶 四七一顆星 四七的全部賣掉啊 全部是垃圾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又爆了 這邊啊 這可以拼 我一定 我一定可以找到他的規律 你只要爆掉以後他就會以那個星數出來啊 那你就一直點就好了啊 沒有什麼規律啊 對不對 就這樣一直點就好了啊 然後再把他賣掉 你看 現在他的機率不知道是降到多少了 我在懷疑一件事情 是不是你五星角色越多他系統的判定 就是你還會再升星的機率就會降低了 可能是這個樣子喔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你是不是 要找到一個比較好的角色 你優先先讓他升到五星 弄爛角色啊 你就直接把他丟掉了 二星就把他丟了 是這個意思嗎 弓箭手 這邊都可以進行升級的啦 一模一樣 然後這邊是天賦 這邊也是一樣的 好運屬於我 天賦屬於我 妹子屬於我 這個什麼 階段挑戰 你看看 這是什麼 兜個炸彈 這看起來不好打 那那麼好升 就是 三星 三星就爆了 好我現在 把兩隻都賣掉 我覺得他跟場上的角色應該是有關係的 現在是怎樣 變成正常機率了 一顆星 好 我現在啊 把全賣了 全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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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子會不會比較容易升五星 你看 你看 升五星啊 馬上我找到規律啦 好樣的喔 三星 這只是我下猜的 但是你也不能否認啊 我剛把所有角色全賣掉以後 他機率真是比較高 這三星把他賣了 我現在就留一個五星 剛拼五星啦 有五星在留 你看 剩下角色啊 沒有五星的就不要 這個走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走的就是 購物好評 你知道 或者是有一些 優質服務好評就是這樣子啊 你給他四星跟給他一星 都是一模一樣的 你要嘛就是直接給五星 這個就直接爆了耶 後面的機率就不行了 這關卡是怎樣 他設置的就是 只會留兩個五星給我嘛 這賣的 水小 你一直拼 拼對了以後他就出現 拼錯了以後他就爆炸 好啦我一下有三個五星了 你看 好 那假設我只留三個五星好了 現在 我拿到二星角色我就直接 上陣 這樣子應該才是正確的手法是不是 啊 剛剛安到一星了 全部留二星了 有三隻五星應該夠了吧 你頂多一場有四隻 五星嘛 好就這樣子 我就留一個 來讓你爆 你看你爆了 我在賣 過關了 對 這種好運遊戲啊 其實應該怎麼講 點一點以後發現 也都是看運氣嘛 他樂趣我個人就覺得還好 我還是就務實一點吧 這個世間啊 好運跟壞運啊 他是磁品的 你過得爽後面就過得不好 對不對 你唯一 能改變的就是樂觀面對而已啊 對不對 四星了 五星 出來一隻了 把這兩個垃圾丟了 再出來一個好不好 第二個五星出來了 趕快喔 那麼好生 你有看到一般關卡嗎 一般關卡超好生的 我剛打那個好像是副本 他的肌力就是整體下滑的 又生了 我有那麼多五星了 會爆了會爆了 哎 又一個五星了 呵呵呵 再來 一個就爆了 這兩個麻煩掉 又爆了 啊遊戲玩法就這樣 喜歡的話下總網站看吧 小家歪